我是刘碧荣 欢迎你来到刘碧荣教授的谈判课堂 因为我在很多地方教谈判 谈判的同学就问我说 那到底什么是谈判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有哪些地方呢 其实跟谈判是有关的 其实谈判无所不在 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 谈判的案例 谈判的技巧 我们先看一个很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买画的例子讲起 这买画的例子原则上最原始的时候呢 是美国一个教授他给的例子 他讲呢 两个美国人的欧洲去玩 跟街头画家买画 你看一个画 他看的画很漂亮 美国人就跑去问这个画家 他画多少钱呢 画家说15块美金 讲完以后看了老美 没反应 没反应 没反应你吃得下来 那15块美金是黑白的 如果能够彩色的话呢 那是20块 还没反应 你连框都带回去的话 那是30块 所以第一个美国人 连彩色带框带回去30块 第二个美国人去 多少钱呢 15块美金 立刻发飙 你画没笔 画得比人家好 隔壁才卖12块 那15块呢 话家说 推到铁板了 收 那这样子 15块美金本来是黑白的 那您这样讲 彩色算是15块 好了 美国人继续骂 我刚刚问就是问彩色的 谁问没画那黑白的 你好意思讲你 那15块美金 连彩色带框带回去了 一个30 第二个15 为什么 因为画家本来就没有底 推推看 一个没反应 推进去 第二个反应 收回来 所以老美才做实验 他把商务谈判 各的人分成两组去买东西 第一组面无表情 第二组表现很惊讶的表情 后来发现 表现很惊讶 表情那一组 成交价都比较低 所以他们在半开玩笑讲说 你们刚刚起来 男生对境的光胡子 女生对境的书头的时候 不妨对境的做点鬼脸看看 如果你能很自然的做出鬼脸的话 在外面买东西 想表现很惊讶的表情 才不会太突兀 可是这个故事里面 你到底看到些什么东西 你要不先想想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 那这个故事里面 让你学到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我们学到的是 反应 你看他反应 他双一下反应 为什么第二个美国人买的比较便宜 因为他觉得 哎呦他踢到铁板了 他有买方的反应 他来决定他下一步该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谈判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充满了试探 我们晓得谈判的出牌啊 他就是一个试探 我丢个牌出来 先开架 或者先提案 简单的叫做开架 复杂一点提案 然后由对方的反应 或者让步方式 推测他的底线 调整我方期待 修正我方要求 期待跟要求是双胞胎 期待涨升 要求跟着拉高 所以我们都在试探 推 看他的反应 所以刚刚的例子是 非常典型的推出来 看他的反应 对不对 这是我们谈判第一个会碰到 那可是我们再看一看 刚刚讲第二个发飙 那第一个美国人的反应呢 他问多少钱 15块美金 美国人没反应 没反应呢 他说如果彩色的话是20块 还没反应 如果你全框都带回去的话 那是30块 美国人原来写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没有反应 其实表示他吃得下来 可是有的时候我上课 我跟学生谈到的例子呢 那有学生跟我讲说 老师不对啊 我去买东西买个名牌 人家报个价 我没反应 不是我吃得下来 是你被吓昏呢 对不对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 你那是不是被吓昏了 你的肢体语言会出卖你自己啊 你很想买 人家绕来绕去 看来看去 我是店员 我看了半天 我觉得你真的很想买啊 对不对 没有反应 想买就不想买 这语言 肢体语言看得出来吗 所以他基本上 怎么解读他的没有反应呢 是yes还是no呢 yes no的时候 肢体语言可能透露一些讯息 是现场的时候你要看嘛 可是比较大的问题是 万一看不到肢体语言呢 所以这就会产生 解读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给你发了一个电报 或者我写了一个什么 一个东西 然后你没有反应 我也不想你赞成 还是反对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用别的方法去试探 我再丢个企划案给你 我再报个假 我再跟你讲说 有个新的规格 什么东西出来 我再丢出来 我看你的反应 可是还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做跨文化谈判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他没有反应的解读 可能会产生落差 可能他们文化里面 那没有反应是yes 可是在你的文化里面 你觉得没有反应是no 对不对 所以除了试探之外 我们要特别小心 没有反应的时候 解读会发生偏差 他说还可以再学 你看这一块 你看这个画家 彩色的话20块 连框再回去 那是30块 他是不断的推 不断的推 这在谈判上呢 属于加法谈判 加法谈判是什么概念呢 你看啊 通常谈判这样子 你看卖方 买方 对不对 卖方由上往下降 买方由下往上加码 一个降价码 一个加价码 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 你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卖方是这样的 买方呢 买方 买方更高 就是买方能够出的价钱 比卖方开的还高 你卖方本来喜滋滋的 说你想卖高一点 其实买方 他本来觉得 这个价钱更高啊 就是你开的价钱 你觉得很高 在他眼里根本不算开高 他很高兴 如果是一个个人的买方的话 他可能就买了 可是如果代表公司呢 代表公司 所以他可能还是从这里开始还价 对不对 那你说卖方 你除了由上往下降以外 我们常建议 推推看 推推看 看看他有没有六边另外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推推看吧 比如说加功能 对不对 我们加了一个功能 在刚刚就讲 你画彩色了 框啊 那就是加法 试探对方口袋的深浅 对不对 加法谈判 我们也常碰到 那还有在这 你看彩色的 框 你今天要往这边加法 彩色和框呢 其实还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对方要想要 他想要才算呢 你不想要你某网上加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可是你晓不晓得 想买包框 你觉得他应该想要 他也觉得不错 可是他是观光客呀 他可能觉得太重 他带不回去 你说我那么好的东西 我加码给你 你怎么不要呢 对 他是觉得很好 他带不回去啊 带不回去 所以谈判有一个盲点 就是我以为我喜欢的 他也一定会喜欢 这不是吧 不是吧 那么这个认知经上是错的 你千万要小心 对不对 可是呢 喜不喜欢会变 今天我不喜欢 因为我是观光客 我带不动 可是如果我不是观光客呢 我不是观光客 我觉得你的框挺好的呢 对不对 所以不是你不好 也不是我不喜欢情境会变动 所以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买化的例子 我们可以学四个东西 第一个呢 我的反应会影响他的期待 对不对 所以他会推推看 他看我的反应 然后第二呢 没有反应 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没反应 可能是yes 可能是no 不一定 第三呢 可以用加法谈判 去试探对方口袋的深浅 我加法呢 加法试试看 然后最后一个呢 所有东西必须要对方想要 才能成为筹码 而想不想要 是会变的 看到没有 一个非常简单的 美国人在欧洲买化的这个例子 其实你应该学到 这四点东西 而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 其实在我的三本书上 都可以找得到 你可以找中国式商务谈判 这都是北大出版的 那么或者 谈判圣经 这是台湾版 但是在大陆上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谈判圣经 这是我早年的一本书 或者呢 那么完成交易的 达成交易的完美谈判 这也是北大出版的 那这三个书里面 其实我刚刚讲的case 深入的讨论 其实都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 你觉得你有兴趣 或者你觉得你谈判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发微信给我 那么我的微信ID是 刘碧荣917 917 那么你微信 你发回来 你要说你是谁 因为他可能需要认证了 那我说会通过你 对不对 你说你看我的视频 你想通过 然后在微信上可以交流 微信上可以交流 然后看看说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别的意见 或者我也会让你知道 我在各国开课的讯息 因为我可能在台湾开课 在大陆开课 马来西亚开课 我可能在新加坡开课 那么我开课的地方 在不同的华人圈的 不同的国家 那么你也许你住在新加坡 你住在马来西亚 那在不同地方开课 我会让你知道 那么如果暂时没办法上课的话呢 你就微我 或找我的书来看 不管怎么样 希望这短短的视频 能够给各位在谈判上 增加一点功力 我们下次再见